裴如海满血复活强势归来 一出手就血洗了护江公寓 导致本就父辈受敌的马天目 被怀疑成了裴如海2.0版 不仅要躲避唐贤 平时时刻刻的追踪 还要为自己证明清白 很多观众认为裴如海的复活 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一个人在神通广大 他还能在身上绑满炸药 手脚被铁链锁住 在马天目和唐贤平的眼皮子底下 在于独醒派来的人 前后围剿的情况下 从密闭暴燃的车厢中 拖出升天 即便裴如海是先 为自己的逃生做好的安排 可马天目对刹车片做手脚 导致车辆在急速行驶的情况下 失控低入悬崖 最后车辆暴燃 这只是他的临时起义的操作 难道裴如海 已经能是先预测到 马天目的叛变 然后为自己留了一后手 况且 既然唐贤平能发现 夹在刹车底片中 被烧融化的金色硬币 那为什么连车上的尸体数量 都没做任何验证 就断定了裴如海当场毕命 关于这一点 虽然电视剧暂时没有在此 剧情上的做出过多的解释 但参考裴如海 在特务培训班中的授课内容 其实还是能够自圆其说 裴如海精通催眠术 读术 伪装术 托桃术 可以说他在危急时刻的逃生手段层出不穷 根本不是马天目和唐贤平等特务新手 能够预料得到的 以陪如海的手段 当初一出手就要了陈列的命 试想一个如此狡诈多端之人 怎么会束手无策等着于独醒 结束了他的性命 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 会把初出茅庐的猎狗放在眼中吗 三性加奴裴如海 裴如海原中共地下党成员 对上海地下党的事务及参与人员了弱职掌 因为他的叛变投奖 导致大量同志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安排 而死于非命 他生性多疑 谨小慎微 就因为于独醒 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留下了他的照片 所以他受性大发 泯灭良知 妄图用女人和孩子低于独醒就范 在奸计没有得逞的情况下 又对曾经的好友于独醒 实行惨无人道的电刑逼供 一个不放过女人和孩子 对自己曾经的同胞 毫无半点怜惜而痛下杀手的肖小之辈 不管在哪个阵营 他都会成为得不到任何重用 令人鄙视的存在 裴如海非常了解自己现在的处境 尤其是老蒋和老汪再次联手 以及未来的国共合作的情势下 在华人的世界中 其实早就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吴重信和于独醒都想要他的命 为了保命的裴如海 毫无半点羞耻之心地 成了板井的座上客 成为新一任的卖国贼 偷生之后的裴如海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血洗护江公寓 妄想找到吴重信一雪前耻 也是想利用吴重信打响自己的第一炮 同时向板井交上一份他饱含诚意的投名状 而在报仇无果后 裴如海又心生一计 妄想让已经父辈受敌的马天木 接受他的招降 师徒两一起为板井效力 从剧情的走势和发展看 马天木很可能将计就计 不但成功打入了法租界巡捕房 成为了范逸亭的左膀右臂 还趁机打入了板井的麾下 再次端掉了以板井为首的日本特务组织 而裴如海的结果 显而易见 迎接他的即将是人民的审判 以及历史的唾弃 裴如海的原形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观众 可能在看到裴如海 这个角色的一刹那 就能想到他的原形 中共最大的叛徒顾顺章 早期的顾顺章 也算是一个心系百姓 怀揣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和陈庚等人一起 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学习 在短暂的学习生涯中 他很快就学到了一身本领 化妆 表演魔术 操作 修理机械和心理学等等 可以说 他是一个天分超高的全能型特务 甚至可以用大师二字来形容 但在1927年后 顾顺章利用植物的特殊化 逐渐腐败 吃喝嫖赌 武毒俱全 直至自视甚高的 在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被抓 很难想象 一个搞特务的人 究竟内心得狂妄到什么样子 才会在公开场合 暴露自己的行踪 成为自行端到敌方桌上的那块肉 没有严刑拷打 没有威逼利诱 顾顺章自己先招了 他一口气 供出了二十多个机密组织 武汉地下组织无意幸免 上海地下组织也即将摧毁 而处理顾顺章家人的那一晚 是周恩来这一生第一次吸烟 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顾顺章的结局很惨也很大快人心 1936年老奖在他没有一丝利用价值后 给他穿上了琵琶骨 之所以说 《前行者》是近期为数不过的一部精彩分成的谍战剧 是因为除了剧情 演技 后期等 便是剧本身的硬性条件非常出彩外 还有它的现实 在那个乱世的年代 有像唐贤平那样明明怀揣着一颗报国心 却因信错了思想而造成大量无辜爱国者的伤亡 最后幡然醒悟 但为时已晚 还有像马天睦这样为了家国为了人民多次出入狼坛虎穴舍身忘死的爱国青年 在他们中间当然也少不了像裴如海这样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同胞出卖人民出卖国家的卖国贼 最后借用马天睦对唐贤平说的一句话 人各有志 大浪逃杀 误入歧途恶人 只会自取灭亡 历史将会见证 谁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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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